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沉海一梦》 穿透里绝绝子 果然是行走的CD 看来今晚又会带来一个绝美动听的舞台 猜猜今晚周深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备受期待的浙江卫视818盛典 将于今晚正式与观众见面 从目前已经官宣的阵容来看 今年浙江卫视818盛典依然看点十足 近24小时 浙江卫视818晚会话题的全网热度指数 由7.83上涨至51.67 周深成为该话题下的核心关键人物 周深业务过硬是硬道理 这次818狂欢业晚会节目设计 将邀请嘉宾与歌手 通过歌曲游戏等形式串联演绎 一起致敬经典 让观众有别样的视听感受 回顾2021年的818 周深也参加某平台的活动舞台 在晚会现场上 他联手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老师 一起演绎串烧 平凡之路 大鱼这两首歌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冲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试过试望 只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总是唯一的答案 日后 今个梦有'惩罚 在九个岁下 再一次 全世界 心伤 都负重 拖尽 sold 董 至今为止 那次的818表演 周深空旷的歌喉 仍然鱼音绕耳 让人止不住回忆感叹 什么叫做震撼的现场感 那次的舞台 熟悉的歌曲 熟悉的歌喉 熟悉的中国文化元素 燃出了不一样的经典 琵琶升起如林高山流水 周深的歌声如深海潮音 两位音乐人的演绎 通过传统乐器的结合 加上周深层层推进的演绎 最后一嗓子海豚音美声拉尾 为之震撼 余味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的818周深也来参加 现场必定不会差的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最近的周深是越来越帅了 各种装造也很绝 当然比周深颜值更有魅力的是 他的歌声和舞台 真的是YYDS 每次他的声音一出来 就感觉被洗涤心灵了 温暖又空灵 另外 李克勤 李荣浩等十例歌手 奇奇亮相 不知道届时会唱什么样的歌曲呢 会不会也来一首 刺激耳朵的经典串烧呢 从名单上来看 大部分歌手从中国好声音舞台出来 无论是过去的舞台 还是目前上演的舞台 只要有他们在 现场的质量就有保证 蓝台声称 这次是穿越时光 回溯经典 在歌声中寻找那最初的回忆 从辞意上理解 歌手们要给观众来一波 意义非凡的经典秀了 金志文 张碧成等人 都是从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歌手 各自都有令人矮熟能详的代表作 很难得 这次节目没有满屏的流量艺人充斥 所加盟的艺人歌手 都是唱演俱佳的表演者 8月18号晚上7点35分 一车APP超级818 去射黄花夜 2022这场位是年终上典 带大家回到青春时代 与我们一起致敬经典 2022浙江卫视年终盛典 我们不见不散哦 众网友还在想 2022年的818狂欢夜 优秀的歌手们 能不能每人独唱一首歌之后 再来一个组合演绎呢 最让人期待的是情深深组合 这上一次组合登台 已经过去很久时间了 真希望周深和李克勤 能再次合作 看来情深深组合 早已深入人心了 作为下半年的盛典之一 能够有这么多 优秀的演员和艺人参加 相信节目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那就是情深组合 那就是情深组合 有时候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时候 想着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我明白 我明白 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让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 就算时间都停摆 就算生命像真爱 就算生命像真爱 分不开 也许我们翻来更相信爱 你自己追求 我感到没抽象 很深的盛典之一 看见明天的人吗 玩具的我